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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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邊今晚有位美女Yuki Hello 大家好 我們近來一旦邊的開動 你跟我們聽眾打招呼 你是我們忠實的擁盪 當然 你自己覺得好不好聽? 不好聽? 我不會主動找鬼谷王 說過很多故事 讓別人推上來和大家分享 聽聞你今天的角色很有趣 你是一個資料收集聯 原來Yuki有很多朋友也有聽我們的節目 那些朋友也有很多不同的靈異故事 不是一個,有幾個朋友也有 各自有一兩個故事 但就散修修 然後就好像你們經過一個選舉 或推舉 推了你上來 一個人代表 純粹是大家喝酒的時候 吹一下水 然後說一下 講開這個靈異的話題 大家互相分享自己經驗的時候 我突然之間答了一句 大家有這麼多經驗 不如上來找鬼谷王 我們分享一下 不要太自私 找你做代表 我覺得可以完完全全 把他們的故事表達出來 表達無遺 這樣大家聽眾今晚可以聽到很多不同類型的故事 因為Yuki今天帶上來的故事 不是自己一個人發生那麼簡單 亦有很多朋友 或者是一些 除了朋友還有什麼 同事有沒有 同事有沒有 同事沒有同事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其實都是我自己身邊的人 一些經歷 一些經歷 到處有些 炒雜感 炒雜感 他們叫做第四維空間 他們對這個四維空間的事物 他們已經集以為常 因為經常接觸到 他們是真的 我不覺得恐怖 他們永遠都跟我說 我真的不覺得恐怖 但其實我已經害怕到 心仔薄薄跳的 對 因為有些人是見慣 我經常說 有些天生他們有陰陽眼 他們見慣了 見慣了的話 他們自然就不會害怕 是很合理的 我們介紹了Yuki Yuki也準備了一些故事給你們 有些是你 有些是朋友 你會選擇先說一個朋友 先說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發生的故事 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香港島 不是在香港島 九龍不是新界 是一個在離島的故事 可以看到誰來島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一個很出名的鬧鬼離島 是長洲 通常說長洲都是東堤 但你不會太行 不好意思 真的在東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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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堤也有很多故事 其實有很多故事 因為 我們來聽聽 我這個朋友 先說一下背景 他學錄音 他小時候已經是 都見過 陰陽眼 見慣靈體 後來長大了 學錄音 師父幫他封了眼 後來看不到 是 這件事發生 是在他封了眼 不久 他年紀 應該是十多歲 還未到二十歲 十幾歲的時候 他跟朋友 大家一起去放假 所以在HAPPY 入了長洲東堤 租了一間度假屋 去玩 我這個朋友 他很喜歡釣魚 很喜歡 就這樣拿著魚牌 魚絲一排 勾兩條蟲 走去釣魚 旁邊 他就說 進去的情形 其實 沒有異常 大家一旁人 這樣進去 很開心 到了晚上 吃飽飽 吃飽飽 他們就 我這個朋友 和另外一個男生 就說 晚上 他們那群人 又在打麻雀 打麻雀的打麻雀 玩啤牌的玩啤牌 我想去釣魚 跟我一起 兩個男生 就走 沿路 在東堤那邊 走去碼頭那邊 去碼頭那邊 很有趣 他看到一群小朋友 在玩蠟燭 什麼時候 晚上已經是黑齊了 不是深夜那種 不是深夜那種 純粹是黑齊 如果你說半夜 兩三點 有小朋友會比較害怕 對 純粹是吃完飯 真的有些小朋友在玩 玩蠟燭 玩蠟燭 你想想 其實相對現在來說 已經二十多年前 玩蠟燭 就是月餅罐 在那裡 煮蠟燭 小朋友去到 他們發現 他們沒有照明工具 那時候 都未到我們的 電腦 那麼厲害 有電筒 又沒有拿 電筒 因為沿路 其實都有街燈 但是有蠟燭 對 變成 一群小朋友在玩蠟燭 他們想 會不會 走去借兩支蠟燭 來做照明 我們來 勾一下魚餌 走過去 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 可否借兩支蠟燭 過來 小朋友說 你拿去吧 我們玩完了 我們離開 他們一看蠟燭 你猜什麼顏色 白蠟燭 對 真的白色 以前我們小朋友玩的時候 一般中秋節點的蠟燭 都是紅色 正常的 或者彩色 或者彩色 白色 我不是沒有見過 是見過的 但是 你們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白色 而是 之前看到都是白色 還是突然變成白色 之前是看到小朋友圍著 玩蠟燭 就不知道是什麼色 走過去 小朋友說 走吧 那些蠟燭你們拿去用 再看那些蠟燭 全部都是白蠟燭 是 那兩個大男生 其實都不以為意 隨便 是蠟燭 點火就行 不是又可以用什麼呢 那時候長洲不是那麼多 事多 可以開到那麼晚 是 他們照點了 照點 就點完蠟燭 勾完魚利 兩個傻子 開始在碼頭 扔一條魚絲 下去釣魚 是 釣一下釣一下 通常兩個都在煲煙 喝著啤酒 吹一下水 其實周圍都沒有人 很安靜 是 那天 我有問過她 天氣是怎樣的 她說 很風平浪靜 沒有什麼風 也沒有什麼浪 是 月黑風高 月亮 突然之間 我這個朋友 他就看到海上 有一隻小船 我詳細沒有問她是一隻什麼船 她說有一隻船 上面站著一個人 這個人是白痴痴的 都看到嗎 對呀 她看到有個白痴痴的人 站在海上 你晚上 因為外面是黑 她是白 因為有個對比 看到有個白痴痴的人 是面向她們兩個 看著她們兩個 然後她們不疑為疑 繼續在那裡 因為我剛才說 她都已經見慣了 她都不害怕 繼續在那裡釣魚 釣一下 為什麼 好像有魚上釣 如果釣開魚的朋友 都會知道 如果有魚是扯著的 但如果你是扯著石頭 有時候是會實的 如果是魚是會和你鬥力的 來來往往的 但它這個力 只是向下拉 整條意思是向下拉的力 不是向前 因為魚會向前走 我心想 奇怪的 然後那條魚船 是原地不動的 剛才所說 海上的一條船 上面站著雪雪的人 繼續原地不動的看著他們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說 嗯 心之不妙 又有白蠟燭 又沒有風 周圍又沒有人 你說他心之不妙是他自己 他覺得是靈體 不是 他自己是不是一向有感應這種力量 他會感應到的 封了眼之後 仍然都會感應到的 更何況他那時候 在學錄音 所以就特別靈敏 對 特別會感應得強烈 他就跟朋友說 算了 我們不如回去吧 即是回到度假屋 即是 魚牌也不要 魚牌也不要 直接剪 正常人會剪了魚牌 我把魚牌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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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魚牌撿起來 然後把魚牌撿起來 然後他們就急捕 但是剛才你說的這個動作 大家不要學 這是一個污染海洋的做法 千萬不要學 不要把垃圾放進海裡 因為魚牌撿起來 魚牌撿起來 會造成其他海洋生物 會有傷害 沒錯 好 繼續 因為錯誤示範 就把魚牌撿起來 然後就離開 原路 始終是說 東堤小竹和碼頭那邊 都有一段距離 你都要走一段路 那段路的原路 他們一路 一轉轉走 那一刻開始 被人扔石仔 扔石仔 你小時候玩過 通常是朋友做的 對 朋友做 扔石仔 你都不會很大力 但是我朋友形容給我的 是被石仔咪下去 所謂的石仔有幾大顆 可以不可以形容一下 若膜呢 若膜 若膜 我想真的路邊的 不會有一個貓士那麼大 不會 真的小小顆 即是一個瓶蓋 會不會再小的瓶蓋 真的路邊的石仔 就算小朋友 貪玩 撿起石仔 扔你 你都可能 撞到 你都不會 感到痛 尤其是有三個 他形容給我聽 是 一粒一粒的咪 他們是感到痛 中到哪個位 背脊 全部中背脊 即是背後扔 他在背後扔 他們兩個一路向前走 後面就一直有東西扔 扔他們 那時候電話沒那麼發達 他們又召喚不到 一些 在 這個 這個 那個叫 度假屋 裡面的朋友 出去接他們 他們兩個 就一直 我那個朋友 就一直抓住 他另外一個男朋友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不要轉頭 不要轉頭 他朋友說 不行 好痛 什麼事 總之不要轉頭 你繼續向前走 我們一路走 快點走回去 是 走到差不多 回到他們的度假屋 他們有朋友 在度假屋裡面 其中有一個人 他剛好走過窗邊 看到他們兩個 很急步地走回來 這個男生 即是屋裡面的男生 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 他在 你知道舊式的度假屋 長洲那邊 有時候會貼什麼門神 很多都會貼 對 貼那些神像的圖片 那個男生 異話不說 拔了一張圖片 去門口 把圖片向著門口 開門接他們兩個 一二三 是扯他們兩個入屋 然後關門 問他們 你們兩個在做什麼 我朋友說 沒有什麼 我們去釣魚 沒有什麼事 因為有男有女 都怕嚇到別人 然後他們說 你們兩個真的沒有做過什麼 你會誤會去做什麼 一男一女 拿圖片去接我朋友 那個男生說 但我在窗口 看到有一群人 追著你 一群人 一群人 有沒有形容過是什麼人 男還是女 大人小孩 有沒有 是一群人 很模糊 看到有一群人 只有輪廓 眼耳後面什麼都看不到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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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著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看到我的朋友 和另一個男生 就一直很急步地回去 他就覺得 有些事 也聽過 東提小竹這麼猛的事 是不是都拿了一張神像 有什麼財神都好 走去頂一頂 拔了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預示者 不要以為就這樣完 不要以為就這樣完 但我們又要完一完 好啊 下一節回來 繼續給你們說 真的未完 回到長洲的東提小竹 回到來的時候 發現煙霧離慢 開始起霧了 這樣起霧離 鬼就出現了 對呀 中了我 我朋友當晚 回到去之後 就沒有什麼事發生 大家都很安然無恙地 過了那一晚睡醒覺 第二天 當然是收拾行裝 吃飽飽 又回到碼頭 回到船 回到船 我這個朋友 就很不順滑 真是很詭異 他這兩個男生 不是主動去搞鬼 不順滑 又再去釣魚 只是去釣魚 只是去釣魚 即是他們覺得 因為釣不到魚 所以我都要去釣魚 對呀 他們不順滑 還是他們覺得 我明知有鬼 我也要去試一試 他們想再試 看看是否真的這麼邪 看看還有不是找石仔 對呀 但這次 他們扔魚絲下去之後 他們 不是被石仔咪了 是被什麼 被人扯下去 他們看到前面 長洲 我想很多人都進去 很少很大浪 他們的浪 真的整個人這麼高 突然之間看到在海 遠處 一個很高的浪 在遠處見到很高的浪 衝過來 是一個海嘯 人在遠處見到一個人這麼高 就不止一個人這麼高 是不是 可以 會不會是幻覺 不知道 這件事 我又沒有考究 我純粹是一個八婆 我聽說 一個比較高的浪 追著他們兩個 去蓋上岸 蓋在他們身上 他們的行裝 背囊 基本上已經集中放在一個位置 放在地上 就等船開 就上船 是 是 很有趣 他們倆放魚絲下去 看到有浪 蓋過來 人的反應就是 走了 當然是避開 當然是避開 避開的時候 他們向內陸地方跑 他們倆人就避開了浪 但是行李沒有避開 但是奇怪在 濕的背囊 只有他們兩個的背囊 其他朋友仔的背囊 其他同行的朋友 背囊 是沒有濕的 滴水不煎 然後 我有問過他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 點了那個白蠟燭的關係 所以他覺得 你正在召喚他 因為我看過一些所謂魔法 或者一些靈異的書 或者聽鬼古王的節目 有時候都會說 有些事情是可以召喚到他們 在一些不適當的事情 做了不適當的事情 就會召喚他們 其實他也不知道 我覺得一件事 究竟 這些白蠟燭 是這麼巧一群小朋友 在玩這些白蠟燭 而他們拿了這些白蠟燭 去釣魚引起鬼 還是根本在玩白蠟燭 這群小朋友和這些白蠟燭 都是鬼安排的 我會覺得是後者多些 即是那群小朋友 根本就不是小朋友 或者是小朋友 是鬼的小朋友 是靈體的小朋友 那些白蠟燭 是一早就準備了給他們 去引起鬼 我覺得是 船上白雪雪的靈體 我覺得是主謀 那些小朋友 是小鬼 用來引起人 那你的朋友 有沒有覺得 他做過什麼事情 會發生這些事 例如會不會 他在東堤住的那間屋 本身有問題 還是他去釣魚期間 做了一些行為 激怒了這些靈體 還是會不會是 剛好那時候 這些靈體 本身就是這麼巧在這裏 只不過他們不幸 撞到 他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你說他本身 有一點點收過法 那他怎麼也會有 有一點預感 或者這些方面 去想一想 因為他住在那間 度假屋 雖然是東堤小族 但他不是住正那間 不是住正燒炭那間 他又沒有很詳細地告訴我 那間屋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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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覺得是因為 那個白蠟燭的問題 但白蠟燭 本身不是一群小朋友 在玩 而這個白蠟燭 好像早有安排準備給他們 我會覺得是 一群小鬼 我去吸引別人 借用這些白蠟燭 然後去 所謂 拿他們的命 去做替死也好 那類的事情 最後 你們兩個朋友 安不安全 他們很安全 當然 那個浪蓋過來之後 他們說 都是沒有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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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陣子 發生什麼事 在長洲都比較麻煩 出去 待會搭直升機出去就不好 那是呀 真的呀 搭直升機去澳門就ok ok的 去澳門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朋友 說去澳門遇到鬼 知道嗎 澳門 我聽說澳門是比較多人養鬼仔 對 尤其是很多人說去澳門賭場 都會遇到一些跟鬼仔有關 之前我們有一個嘉賓 第一集《濫賭鬼》 已經說過 你在賭場遇到一些鬼仔的事件 其實我自己在澳門實地有看過 有些不為人知的 因為現在賭場跟以前的年代 是很古老的 現在裝修到很豪華 有些位置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以前你可能看到 這裏裝了香 那裏都放了陣子 但現在你未必見到這些 但見不到不是代表沒有的 有時候有幾個賭場 我自己親自進去 我發現這裏很明顯 很慢的 看到養鬼仔 有時候有些客人 或者他們的職員 在做一些很古怪的動作 你知道這裏應該有些事情 通常因為我自己不賭 我不是說不賭 我不是說不賭 我對於賭博沒有 不是很大忍 少玩兩次 可能突然生氣 玩幾百元 不會在磨爛隻 慢慢玩 但有時候在這種環境 有好有不好 因為有機會讓你贏 亦有機會讓你輸 看看能否捉到腦 如果捉到腦 你會看到有養的 看看你如何跟他去買 你有機會會贏 因為他本身是讓開 他帶到賭場 幫他賺錢 對 他也是賺錢的 你便當他是一個 不是那種明燈 是真的幫你賺錢的明燈 好 我講開你 講一個關於你的事件 其實都跟我媽媽有關 回到去就開著電腦 按下這樣 按下那樣 打下機 打算去洗澡 我媽媽一直在說 趕快洗澡 阿妹 我媽媽不是這樣的語氣 當然是罵的語氣 那時候 我回完整天工作 你讓我玩一會兒電腦 明天又回家 不怕 我的心態是這樣 我一句就頂撞了我媽媽 一句頂撞她 通常大家都會 可以啦 不要煩啦 頂撞了 然後就拿衣服 走了去洗澡房 洗澡 我洗澡一下 涼之際 我家的洗澡 洗澡是企缸 有個磨砂的屏風 基本上是看不到出去的 但外面有東西 會看到有影 我洗澡一下涼 原本是背著屏風 沖洗澡一下涼 我轉著臉 面向屏風的時候 看到有個 這麼大個的影 黑色影 就在屏風外面 由左邊 飄去右邊 再飄去左邊 不見了 但當時 我廁所門鎖了 我廁所有個氣窗 都是關掉的 只是開了抽氣線 因為當下的心情 情緒就是 跟媽媽頂完頸 很生氣 情緒是不高興的 沒有想到這些靈體的東西 當時也比較少接觸靈體 靈異的東西 突然之間 一旦 走開了屏風 就很大聲喊一句 是誰 因為你的意識就是 我去一個物室裡 怎麼會有影 在外面移動一下 然後看著看著 不是啊 然後在想 會不會是飛蛾之類的 小昆蟲物體 飛了進來 然後左樁右樁 不見了 糟了 我鎖了門 很害怕 當時我身體還是乾脫脫的 水都未適 後來我 真的很害怕 我就關掉水 包著毛巾 就衝了出去 那時候我和我哥哥還要同房 他睡上隔床 我睡下隔床 我已經不理了 那一刻害怕到 包著毛巾 就衝上自己的床 蓋住自己的被子 接著就打電話給我當時的男朋友 我問我在廁所看不到這些東西 很害怕 接著我男朋友就跟我說 沒事的 不要想太多 你趕快睡覺 明天要上班 一般人都很難接受 相信 因為不是他親眼看到 對 然後 第二天 我男朋友就送我回家 已經是驚恐程度 我已經不敢自己一個人走進廁所 我男朋友陪我回家 那晚回到家 我男朋友就說 不要想太多 你洗澡 你怕就行了 我坐在馬桶上 你洗澡 如是者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我自己本身 有信開佛牌那邊小聖佛教 我問過師傅 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然後師傅就說 其實 你看到那個 是我不要那個小朋友 我曾經下了那個小朋友 他是知道你下過的嗎 他知道我下過的 對 師傅知道我下過的 然後我說 為什麼他突然會出現 他一直都沒有出現過在我眼前 我是知道有這個存在 但我又沒有見過 為什麼突然走出來嚇我呢 然後師傅就說一句 其實所有的英靈 他都很疼他媽媽 他亦都很想一家人很開心 但是那晚我和我自己媽媽衝撞了 大家互發脾氣 那個英靈就出現在我面前 就是跟我說 不要和媽媽有喊殺 但是他用這個方法出現 就嚇了我 做不到的效果 還嚇到你 沒錯 就嚇到我 然後 當然我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我開始會覺得 是媽媽是用來疼的 媽媽後大自己也是辛苦的 雖然那個不能夠成為我的小朋友 但是都是自己的家人 我這樣說 就是自己的家人 應該是用來疼的 我想是 後來我有看過一些佛學的書 就是看那個福報 福報來的時候 自然佛祖會指引你去投胎 做回一個你應該要走的路 其實每一個宗教都有自己不同 對於投胎的看法 有些宗教沒有投胎這回事 如果剛才剛才說到佛教 我更加說你一定要多看我的寧家冷知識 其實寧家冷知識 其實寧家冷知識 寧家冷知識的第五集 就是講投胎的 你可以重溫第五集的寧家冷知識 裡面有提到投胎 究竟是怎樣去投胎 投胎需要什麼條件 要多長時間去投胎 裡面也有提過的 我記得我的節目裡面 沒有提過18年 是一個機緣 隨著一個機緣 你可以隨時去投胎 在投胎那一刻 如果你的腹部 你的果部是決定了 你下一輩子做人 你就會去一些有緣父母的身邊 去找 找這些有緣父母 找到就會在他們行房的時候 進入他們的體內 這樣你就自然就會投胎 這就是基本上 在佛學上的一種概念 至於有不同的宗教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有自己的去看法 或者說我根本都不 剛才我們說了你自己的嬰兒 有一個我們飛一飛出去 聽說你有個朋友去泰國 好像有個導遊 有些古怪事件發生了 是呀 我聽完都很害怕 很害怕還是好笑 因為那個結尾是挺好笑的 泰國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 泰國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 但我也不猛的一個地方 去到的都基本上都有點害怕 但又想去旅行 做到由帶團去泰國線 基本上每個人都避忌三分 或者請了很多東西到身上 或是請了很多東西到身上 不要說請了 帶好一些平安的東西到身上 希望這些好朋友 不要搞他們 平平安安出團 平平安安歸來 有一個新入行的導遊 男生來的 他不相信有靈界這件事 他不相信有鬼 不相信有鬼神 我只是打工而已 帶一些人出去 當地會有當地的導遊 再帶他們去看一些名聖的地方 有司機 試完他真的 開始真的挺幸運 頭幾轉去泰國 沒事的 有一次他出團 就去了一間 都挺出名的 猛鬼下的酒店 過夜 當地的導遊 在泰國 在曼谷 應該是在曼谷 通常在曼谷 比較晚 當地的導遊和司機 我已經不住這間酒店 我們已經睡車了 聽到的我們當然是心知不妙 當然是給我 我那晚也寧願睡車 沖過梁就馬上回來 但是那個男生挺不宜 他心想 還好 我自己睡了整間房 因為通常當地的導遊和帶團的導遊 都會睡在同一間房 我自己睡了整間房 沒有人吵了我 我自己一個人睡 試完他從出發到酒店中途的行程 他已經有很多口不擇言的說話 即是說 世界上哪有鬼 我不相信的 有本事就搞我 這些我們覺得很避忌的說話 千萬不要被好朋友聽到 那天晚上 兩個當地導遊和司機就說 我不回房 我們在車上就可以了 你帶些團友上房 那男生就說 好吧我回房 放下東西 整理好東西 正正常常地完成下午和晚上的行程 回到酒店 第一時間 太熱 第一時間 你回到酒店會做什麼 當然是 洗澡 洗澡 洗澡之際 都沒事 很正常地洗澡 洗完澡 酒店的浴室 毛巾通常在花灑的後面 他轉身 他轉身 拿毛巾之際 他的手伸出去拿毛巾之際 他看到一個藍色的人頭 橫躺在毛巾上 只有頭 藍色的 他那一刻已經是非常驚惶 因為他不相信 因為通常人未見過就會不相信 他看到了 那一刻害怕了 他肯定是一個人頭 他肯定是一個死屍人頭 還是肯定是鬼 這肯定 兩樣都會害怕 我看到死屍有頭 當然是害怕 我看到鬼 頭也會害怕 兩樣都是害怕 但他是一個藍色的人頭 藍色的人頭 也有機會 如果一個死了的人 他因為什麼原因死 可能見不到下半身 如果因為疾色死 他是紫黑色的 紫黑色和藍色都很接近 但他自己會害怕 心情是因為覺得他是鬼 還是死屍 而害怕呢 兩種是不同的 我覺得 都是害怕 都是害怕 他不敢去考究 只是看到有個轉身 去拿毛巾 看到有個藍色的人頭 很猙獰地看著自己 你那一刻 還要睜大眼 對呀 很猙獰地看著自己 真的害怕 他那一刻 想拿毛巾的動作 已經拋棄了 他是尖叫地走出酒店房門口 在酒廊狂奔 嘩 就是拿跑 對 然後隔離房間 通常都是自己的團友 打開門門 什麼事 嘩 裸奔 是 看到自己的大隊的導遊 在酒店裸奔 他是香港領隊 對 香港領隊 是一個很離奇的事 是 他這樣拿奔 然後他有沒有回房間收拾東西 說去換房 還是沒有 連房間也不敢回房間 聽聞 就是有其他男士陪伴 他把毛巾給他 先把他帶回房間 穿上衣服 盛好東西 然後就要求換房間 那是第一時間 事後 他是自己一個人一間房間 走去跟男團友一起睡 不知道 這件事就沒有追問 是 是 所以 如果換穿的是你 你會不會這樣不穿衣服 衝出風 我不會 即使你怎樣害怕 我都會先抱著毛巾 對 就像你之前說過的案子 10天後 抱著毛巾 衝上床 沒錯 這個可能是女人和男人 有些分別 男人的心 命仔比較重要 不要理會這麼多 女人不是 我怎樣也要給一點矜持 保留一點 怎樣也要遮遮 你這個朋友有沒有說 在這個旅行團 在泰國 除了這件古怪的事 還有其他事在泰國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這件事 其實已經成為笑點之後 其他東西已經拋住了 靈異故事就是這樣 靈異故事 是不是一定是恐怖 剛才聽到一個人頭 藍色的人頭 真靈的眼睛看著你洗澡的時候 是恐怖的 但是我發展下去 因為她害怕 她三褲都不穿 衝出去 羅賓就變成一個笑點 但記住說 這個笑點在她身上 不是笑點 只不過在旁觀者身上 是一個笑點 沒錯 爭取你是第一身 還是第三身 對於她來說 對於她來說 她很可憐 又要害怕 又要被人笑 對嗎 還要被人看 又要醜 對於她來說 也挺可憐 但去酒店 其實不要說去酒店 去一些陌生的地方 洗澡的時候 我發現一般人最怕 不是洗澡那一刻 我發現一般人最怕就是洗澡 因為當你洗澡的時候 其實你的眼睛應該是看不到東西 到你會很害怕 因為聽很多朋友說 很害怕就是 張開眼睛就怕突然多了人站在那裡 即是很害怕不夠膽去洗澡 怕他張開眼睛的時間 一張張開眼睛就會見到一些不應該見你 那你自己也住過酒店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同感 我有一個慣性 如果在外面酒店 因為通常我 不洗頭 這樣是不行 很骯髒的 因為我去親旅行 通常都是跟我媽媽 和我小朋友一起去的 我們通常是三婆孫 一間房間 因為三個都是女孩子的關係 也是一家人的關係 我們洗澡是不會關門的 噢 但是那些蒸氣就出了房間 即是我們會半掩 不會全開的 即是會半掩到門 一來老人家去洗澡怕線 有什麼事第一時間 我都能進去救他 小朋友更加是 我基本上就是我害怕的 我怕一會兒 洗完頭 張開眼睛 然後不知多了些什麼 即是跟我剛才說的一樣 我反而不是怕洗頭會看到東西 因為我慣性洗頭不是只有低頭洗 我慣性惡膏頭洗 所以我會擦大眼睛 那我很怕是一件事 通常酒店的浴缸有一個浴簾 你洗澡會拉浴簾 我怕是什麼呢 我拔開浴簾之際 我會在鏡頭看見其他東西 因為鏡頭是跟另一個空間 其中一個可以溝通的媒體 我會擔心在鏡頭看見其他東西 其實有些酒店很討厭 有一件事 他做到那塊鏡頭 是不會沾到水氣的 但洗澡房間 全房間都煙霧瀰漫 但鏡頭沒有蒙 他都蒙了好地地 你蒙了什麼都看不到 你的鏡頭很清晰 但整間房間都煙霧迷慢 你會覺得如果鏡頭有什麼出現 你會很害怕 但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一塊沾到水氣的鏡頭 酒店也不會是小鏡頭 通常都是半泵牆那麼大 對 突然間在牆上看到有手印 你怕不怕 這件事一來有電影拍過 二來也有很多經典鬼故 也有看過 有手印和有些手印很有趣 就是要倒轉 是倒轉的手印 倒轉的手印如何解釋 就是唯一一個解釋 我們不要當那個鬼是一件有靈異事件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有機會就是 裝鏡的時候 那些手印 因為你的手有手油 平時你不發現 但都有蒸氣的時間 手油隔開了水分 令到手印出來 那手印是倒轉的 這樣可以解釋 因為裝鏡的工人 可能要扶發鏡頭 可能是倒轉的位置來吸收 即是手的形狀 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要倒轉 但如果我們不用理性的方法 用靈異的角度去看 就像你剛才所說 那隻手印就是在上面爬下來的 所以遇到這些情況的時間 你為了要鎮定自己 冷靜自己 都是當作沒有事發生 不要靈異角度去看 先用一個科學角度去看 為何呢 目的是要來鎮定自己的心思 萬一真的有事 都不會亂衝 到時撞傷了就不會 又拿崩 我們又飛回來 我們不留在泰國 飛回來香港 你有一個朋友 可以開不開得名嗎 這個可以開得名 你自己開得不要我開 我這個朋友叫Sandy 我想很多某幾位 專門說靈異節目的主持人 主持人 或者一些對靈異有興趣的嘉賓 對她的事都挺有興趣的 因為都挺經典 我覺得是挺經典 而且都挺誇張 怎樣誇張 這個女生 她本身是比較吸引靈體的體質 她很容易 她不是見到 她是朝夜 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認識這個女生 都兩年多了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叫做 開始踏入好轉的時候 但是你看到這個女生 好像營養不良一樣 她是吃不到東西 只是吃煙 只是喝酒 又睡不到 看上去好像 真的衰一點 好像一個白粉婆 一個形態 事緣是怎樣 這個女生 因為經常會招惹到 靈界朋友 存在在她身邊 自自然會影響到她健康上的東西 經常會見到頭暈 發燒 睡不到 睡不到 還會怎樣 吃不到東西 整個人都很頹廢 聽你這樣形容 都知道她的樣子是怎樣 一條柴子 沒錯 我想跟花先生有得比 差不多 沒錯 在機緣巧合之下 這個女生認識了一位師傅 幫她看過家賊 看過八字 她身邊的東西之後 發現她爸爸媽媽 以前不要過的兩個姐姐 是沒有出生的 有兩個姐姐 接著她跟她男朋友 亦都有一對子女 已經存在在她家 那時候 男朋友 Sandy 和Sandy的爸爸媽媽 是住在一起 住在一間屋 數下數下 其實四個人 然後加四個靈體 這個男朋友 不是香港人士 她是一個南亞裔人士 她 這個男朋友的媽媽 有給過一張 她把南亞裔神像的照片 給她男朋友 去供奉 那照片是甚麼 一個藍色的神像 她不知叫甚麼 總之她的面目也是很真靈 但她是藍色的 她拿回去供奉 但她不知道是甚麼 男朋友的媽媽 要男朋友 拿回家裏 去供奉 但你起碼要知道 甚麼才會供奉 我供奉她 有一個名字 為甚麼 我不是不相信她媽媽 問題是 我要供奉她 我都會有一個稱號 給她 例如我供奉觀音的 藍和觀世音菩薩 我都會有一個專號 給她 這個專號叫古坑四王符 符 是一條符 是一個藍色面上佛像的樣子 供奉 聽聞就是當她們那邊 南亞裔那邊的陰神 不是精神 不知道 通常我們這些就是媽媽叫做 應該都不會害我掛 大家都在這種心態 長久下去之後 Sandy 一來身體差 二來就是 整家人的運氣 亦都是很差很差的 譬如說 男朋友不停轉工 收入又很不穩定 真是可以說一句 三餐不計 身邊的人 大家就是 會開始覺得 聽到這件事 大家都會有個 拆忍之心 就說 不如我看看 有沒有辦法幫到你 這樣 就介紹了師傅 給她知道 那 開始 見到師傅之後 師傅就幫她做些事 譬如給她一些扶她 或者叫她化些金銀 做些事 或者是 家裡的兩位姐姐 和自己一對子女 如何安置他們 安撫他們 不要去搞你 一件事就是 師傅的角度就是 先安撫自己家人 先對付外面的事情 因為自己人也有計談 幫她不停地去處理 Sandy的家裡的事 Sandy就開始 鬼上身 我聽過一個很誇張的案件 就是她不知道 她沒有喝酒 純粹是很累 睡覺的狀況下 睡醒後 自己是被五花大綱 但是父母是全身瘀傷 為什麼呢 早起醒後 當然是問她 發生什麼事 爸爸媽媽就跟她說 你昨晚不知為什麼 不停地打我們兩個 所以家人就綁住她 所以家人就綁住她 因為她除了打父母的狀況 這個行為出現了之外 她想離開 她想出門口 已經是晚了 不要出去 這個女生要出去做什麼 但是她又要離開 又要打 父母第一時間 男朋友 當然是五花大綱 安定了你 你不要走 你不動 大家相安無事 等天亮 這件事 試過在師父道 其實也有朋友陪她 化寶的期間 她變了另一把聲 變什麼 男人聲 變了另一個女生聲 也是女人 對 另一個女生聲 但是這個女生聲 是不跟她的聲音 不是她原本的聲音 師父是在化寶筒 跟她打對面 師父是要放下東西 立即按住Sandy 在她身上 立即落法 抓了那個女的靈體出來 壓了在彈前 這樣 這些都是Sandy 轉述給我 之後 就會經常聽到 呼呼聲 好像電台頻率 在耳邊 基本上 大家都會覺得 換成是你的 你都會覺得 很滋擾 令到個人很情緒 到最後 有沒有人 或者有辦法 去幫助她 去解決她 這些問題 其實師父是一直 不停幫她 逐樣逐樣去解決 到最後 她現在 仍在療程之中 仍在療程當中 未曾完全解決 但 在去年年初 師父安排了一個靈位 給兩位姐姐 和她一對的子女 上了一個位 上了一個位 叫做安頓了她們 Sandy和她媽媽 爹地 各時各節 都會過去 燒一些金銀 上一炷香 做一些 供奉的行動 供養四位靈體 家人 有一個位置 讓她們安安 即是有個阿姐頭 我們叫做 她由一些烏烏的聲音 是真的聽到別人說到 她們的對話 即是靈體的對話 最重要是聽到甚麼對話 聽到甚麼對話 即是那些說話 是不是實質 是實質的 那聽到甚麼句子 如果是實質的話 有時她姐姐會回家 你走開 你不要坐在這裏 有時她 她另外 除了這個 四位的家人之外 她另外有一個 師傅說是一個福神 即是不會害她 但這個福神 這個福神 是一個男性的靈體 經常跟Sandy說 你做我老婆 我會對你好好的 你不用怕 你姐姐那些過來 我會罵她 我不會讓她們搞你 你放心睡覺 我在這裡陪你 即是她會不停地聽到這些 即是哄她 是的 在哄她 令到她不害怕 而且她會盡量過正常人的生活 她有沒有受她哄 Sandy是乖的 一來 因為她爸爸 即是她受她哄 當然不是受寇的 就是急哄 為自己好 我經常跟她說 為自己好 你是要這樣去過生活 該睡的時候就睡 該吃的時候就吃 因為身體是你自己的 你不夠強壯 你就沒有辦法去打這場仗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Sandy她的個案是一個長期的戰爭 因為很多事情需要去改善 以及去跟進 希望你這個朋友可以打得贏這場仗 我也很想 因為我都當她妹妹一樣 是的 我真的很疼她 相識滿天下的Yuki 不要這樣說 否則也不會 這麼多朋友 這麼多故事 提供給她 現在我想聽一個 叫做 很多人都有興趣想聽她的職業 聽起來不是每個人都敢做的 她的職業裡 有沒有發生過一些很特別的事 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這是什麼職業呢 就是死人化妝 你們認識朋友做這件事 是的 認識朋友做殯儀業 通常接觸得死屍最多 除了洗身 其實他們以我所了解 洗身的人都會由化妝師去負責 是的 會幫助過世者洗乾淨洗白白 然後要修補的地方修補 然後臉也會化上一個美麗的 走到最後的一段 這個朋友也挺有趣 他經常會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我會覺得 他做得這行看得到也不奇怪 我想也不會害怕 他不害怕 他完全不害怕 他是一個很平常心的 他會覺得人也是要走這條路 其實我也是幫你最後一段路 你弄我 對你也沒有好處 是的 但是很有趣的 他是發生靈異事件的 都是過世者 過世者 都是一些他身邊的朋友 這麼巧他自己做回來 還是他接回來做的 是特意接的 還是知道有朋友過身 特意接的 還是發化妝 這個不是我的小學同學 是哪種呢 其實是特意幫忙的 特意幫忙 是特意幫忙的 發生車禍 發生車禍 我這個朋友 就知道 誰是誰走了 車禍走了 我去幫幫忙 聯絡他家人 你封一封禮事給我 是可以的 我幫你 令到那個女生 修復好些 因為車禍 其實以我所聽到 都 死狀幾恐怖 可能會撞到散了 尤其是頭部 都比較難收拾一下 化完妝 第一晚就守夜 守夜那晚我化妝師這個朋友 也有去現場 去靈堂上香 亦都等到最後要走 家人要離場那一刻 離場的時候 通常就剩下殯儀社的人 在執首尾 交場給大酒店的員工 在臨走那一刻 我這個朋友 就去了冷氣房 放在他朋友圍體的房間裡 也盡最後一個朋友的情誼 就幫他修復好一點 修復好些衣服 然後再臨走在他旁 化少少的金銀 就跟他說一聲 嗯 我幫你 我再燒多一點點給你 那你就 安安樂樂地上路 走回你自己應該走的路 那 當他蹲下在那裡 燒金銀的時候 突然之間 砰 一個倒吊的女人頭 就出現了在她面前 出現了在她面前 然後 我這個朋友其實是嚇一嚇的 但她沒有叫出來 靜眼看一看 原來 倒吊的這個人 這個靈體 就是躺在那裡 就是躺在那裡 其實我聽到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把那個場景 你自己幻想出來 很害怕的 很恐怖的 你不要理會是否躺在那裡 突然間有一個倒吊的女人 在你面前出現了 長頭髮 倒吊 倒吊後 頭髮還向地上 他倒吊我的位置 對眼看著 眼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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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看著我眼 然後 你認得是躺在那裡 是 你怎樣做 我這個朋友 他說 他第一時間 嚇到跌倒了 他蹲在那裡 他跌倒了 第一件事 其實他這行 都見慣見熟 但不要見慣死屍 這不是代表 就算你見過鬼也好 這隻鬼明顯出來嚇你 不是說你見過鬼 走過那種 你明白嗎 然後 我這個朋友 自己定一定神 站起來跟他說 朋友幫你 是正常的 但你不用這麼嚇我 他用一個很輕鬆的角度 最初是害怕的 既然起床 就冷靜了 對 我幫你 走完你最後一段路 我明白的 做一個朋友 我無所謂的 但是你這樣出現 是不是有些 有什麼目的 有什麼目的 有什麼原因 想找我 你也不用這樣嚇我 對吧 然後他說 這個女的靈體 因為化妝 跟他現身的靈體 現身的靈體是他還沒化妝之前的 然後他說 這個女的靈體 就跟我的朋友說 他說 我不是意外 撞車死的 不想有人弄她的車 不清楚 這個 我朋友 跟這個女的靈體說了一句 是意外也好 是人為事故也好 寄成的事實 不是要你強行接受 而是你要走你自己應該要走的路 我朋友可能有些意思就是說 他說 去到各個 都死了 人都死了 都回不了頭了 你還想怎樣 其實他就想 可能會找他 幫他做些事 就說 我告訴你真相 我不是因為交通意外 可能真的被人謀殺 我做了鬼 沒辦法 回不了頭了 不過你也可以幫幫忙 把這件真相揭露出來 等到有些人去承知於法 我想這個女生也有這個想法 但我這個做化妝的朋友 他會覺得有些事要交給專業的警察去調查 但問題就是要靠你的朋友 告訴警察 找一些線索 提供給警察 讓警察猜到這件事不是一件意外 嗯 應該就是 不過線索的事不是說 找就找 很難找 說真的那句 我車店都透露了 難道你跟警察說 你跟我說 他跟我說 你跟一跟好 我想沒有人會相信 其實警察會相信 不過未必會做 有些事情 因為 他就相信你也好 他覺得 除非有些很明顯 很充分的證據 因為他很難 單憑你一句說話 看到鬼 他就去做事 他深信一件事 嗯 我聽你鬼鼓王之前的節目 都說過 警察是信靈異的 但是靈異的東西 永遠都不會落寶 現在當然是不立寶 立寶人家當你傻 因為擱走你一次 就是 對 那件事終於怎樣 解決了嗎 這件事 其實我沒有再追究下去 他純粹是分享一個驚嚇 那個畫面 刮了一下 對 你這位朋友 是做死人化妝 你也有一個朋友 有陰陽眼 經常都說見到東西 你說他見到東西已經很慣了 打招呼 他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他出街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說 我看到東西 他會這樣跟朋友說 嚇到朋友 他不會 因為其實在他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知道他的體質 知道他的體質 就是會見到 會聽到 我們其實都不會出聲的 他會去到某些地方 他會跟我們說 譬如說 去他家吃飯 他就一定會送我們去搭車 是 沿路就點著煙 但他不是吃煙 他純粹是點著 他自己平時也沒有吃煙 他有吃煙 是的 但是他如果送我們去搭車的時候 他會點著煙 但不是自己吃煙 他只是點著煙 然後就陪我們等煙 站在那裡 然後有人上到車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當然要陪你們下去 下去給他們 讓他們不要跟著你 我又習慣 我又沒有所謂 一會兒嚇到你們 怎麼辦 其實他跟你說 和做這個動作 就是要嚇到你們 他已經離開了 我們已經不在場 不過我們會知道 對 對 否則更加嚇到你們 有時候 如果不出聲 我不點煙 可能會更好 他平時看見這些 你說他都見慣了 他有沒有說過 他有沒有曾經 真的因為看到靈體而害怕 他每次都說不害怕 他除了說 靈體煩到激怒他之外 他真的沒有害怕 對 譬如說 他在上水上班 上水也有些大渠 好像元朗那些大坑渠 明渠 對 一些明渠 話說有個婆婆 就在上水某一條渠 跌斷腳而過身 你知道老人家跌倒了 好像有病發症 跑了出來 然後就走了 他經常走過這條明渠 有個婆婆 雙腳就 插進坑渠 然後就叫救命 救命啊救命啊 幫一下我救一下我 然後我朋友有一晚 走過的時候 如常見到平時他不理會過婆婆的 因為知道是靈體 他也免得理會 當看不到就算 那一晚他真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晚他很白眼 說了一句 婆婆 你的腳斷了 你不用叫救命 沒有人能幫到你 你自己就可以了 然後婆婆回答他 咦? 是呀 我的腳斷了 我可以走的 然後婆婆跳下去 跳下去就走了 他有很多這些很有趣的 不是呀 我有些事情不明白 立刻斷了 你就可以走的 立刻斷了 怎麼可以走的 即他可以彈走 可以飄走 但不是 他跟他說 你立刻斷了 可以飄走 哦 他的意思是這樣 正常 你不要當他是鬼 你當他是人 斷了當然不能走的 其實我聽完之後 我會覺得就是 婆婆的意識 還是說 我在這裏跌倒 我在這裏跌倒 要有人扶我 但是他不知道 現在是靈體 即是他意思是 我扶你有什麼用 你都沒有腳 是呀 即是 我的女生朋友 就是覺得 我扶你幹什麼 沒錯 他的意思是 我扶你幹什麼 你叫什麼叫人扶 你根本沒有腳 我扶你起身 都沒有用 是呀 那他要提一下 阿婆 他要提一下 他的婆婆 然後他說 咦 我可以走的 我不是卡住了 是啊 我又沒有腳 我又懂得飄 我叫什麼 但是那一剎那 阿婆 就知道自己 離開了 對 提了他之後 然後 就沒有再見到 阿婆出現 你這個朋友 都挺過癮 很過癮 他經常說 他前陣子在清明節 清明節 因為他的家 是對著和合石那邊 靜靜窗口對著 他經常說 唉 孝子言孫 可不可以不要靜日才來呢 因為他經常說 你靜日才來 第一件事 交通已經是一個很不方便 一堆人上山 二來就是說 其實你有孝心 不需要大時大節才有孝心 你平時也要有一個尊重 和孝順的心 記得先人 是 還有 我今天上來做節目 錄音 他特別想我提醒 聽眾 不要這麼傻 你們的貢品 製品 不要用保鮮紙包住 是 因為你的先人 你包住了他 拿不到 因為我朋友前陣子 他自己也要拜山 都要製造 上去山 他是巡視了一個 他自己要拜的位置的周圍 巡視了一圈 逐個逐個製品為他們做什麼呢 撕開個保鮮紙 打開罐汽水 把檸檬茶拆回滋館 給他們的先人 因為他看到很多周圍的先人 靈體跟他說 妹妹 幫我開一開 我喝不到 妹妹 我很餓 其實放在這裡 他們都不撕開 我有怎樣吃 所以去拜生祭祖 你真的要讓他們吃 開一些東西 他們能吃到 到時到後當然有清潔的工人幫你清走 但是先人要吃到你才顯得你的孝心 你放在這裡不讓他們吃 想怎樣 我們說一下這些拜生的供品 我覺得有一點特別 通常人們拿雞燒肉去拜生之後 很多時候都會即場吃 有些會拿回家才吃 但是無論你即場吃也好 拿回家吃也好 你會發現那隻雞是沒有雞味 它沒有雞味的原因 不是因為它是一隻雪雞 你也知道走地雞才有味 它完全是淡貌貌的 你要蘸蘸蘸醬還是薑蓉 它沒有味道 其實傳說是因為 鬼已經舔了它 舔了它 舔了它就把味道吃完了 正常吃了當然沒有了 但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它不會將食物吃掉 它會將味道吃完 吃完的味道後 到你吃的時候便沒有味道 這東西是真的好是假的 大家不妨認真試一試 拜生後 那隻雞真的沒有味道 我聽過很多次 我自己也親自試過 其實不要說完全沒有味道 是比起你平時吃的雞淡了很多 最初你可能會以為自己 今次這檔的雞不漂亮 或者今次我自己醃的 醃得不夠味 但不要來一切兩切三切 其實燒肉都淡味了很多 都會淡了 燒肉很鹹的 因為燒的時候 放了很多鹽來醃去 所以變成 我們客廁雲來也是 信不信由你 因為嘉賓每次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就算同一個話題都好 每一個嘉賓可能會有些出入 究竟誰對誰錯 沒有的 分不到對錯 因為嘉賓所遇到的事 雖然是同一個品種和一個類型 但那個經過是不同的 前因後果亦都不同 我們不可能去做一個直接比較的 只是說英靈話或者佛牌 大家帶出來故事 為何他也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大家不要去理解那麼多 因為聽靈異故事 最重要就是靈異那部分 沒錯 夠靈異夠驚嚇就可以了 沒錯 今天很感謝Yuki 謝謝Yuki 下次有機會再找你的朋友 給你多些故事 沒問題 我會繼續做八婆 到處搜集資料 再上來 再上來我節目 沒問題 是否還想看多些我的影片呢 以下是我煲哥 推薦給大家的精彩影片 如果未曾訂閱我煲頻滿座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訂閱鈕 以及按下旁邊的鈴鐺 按下旁邊的鈴鐺 按下旁邊的鈴鐺 按下旁邊的鈴鐺